哈囉大家 今天 從頭開始 從磨豆子開始 然後今天我想要用 堅果巧克力的豆子來做 恩 因為 肯亞有點 喝膩了 沒有為什麼 這個勺子一匙大概是7到8公克左右 恩 恩 今天試看看超過18克好不好 18.35 看會怎麼樣 稍微 出一格 好今天繼續要來跟大家聊一下這一台 因為其實 很多人對於這一台熱交換的機器 還是會覺得他 升溫有點慢 可是因為我們昨天說過了 如果你真的要打奶泡的話 不管你用這個交換 還是要多鍋爐的機器 你要等到整個系統都 OK可以使用的時候 其實時間是差不多的 那 我不知道為什麼最近很多人在討論一個就是 智慧型開關 智慧型開關是什麼 智慧型開關就是 你可以在你的延長線 或者是說 在你的 牆壁上的插頭 他接上一個有點類似定時器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定時器 不知道可以去Google一下 那不管嘛 就是他就是有一點類似定時器的這種功能 那 他的唯一一個差異就是 他可以連網路 連你家的Wi-Fi 那讓你可以說 遠端遙控他什麼時候要過電 什麼時候不要過電 那我個人是覺得 這種東西 對我來說 我不會去使用他 因為就像我說的 我現在每天早上起床 然後來把這個打開去 梳洗一下 換個衣服 就可以開始使用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對我來說的 意義不大 那 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想要 回家的時候 咖啡機就待命了 就可以開始 喝咖啡了 我會建議大家回家的時候 就先把咖啡機打開 因為你回家的時候 全身就是大包小包的 可能穿著比較厚重的衣服 然後 包包也還沒放下 我建議你就是先去把 這些東西放下 然後洗個手 現在洗手很重要 回家盡量都要洗手 洗完手之後換好衣服 然後你 這一台其實 就已經開始在熱機了 熱到你都可以摸得出 他的一些溫度了 那這個時候你再去整理你的 可能牛奶啊 你要把牛奶拿過來 或者是你開始磨豆子 其實 15分鐘過後你就會感受到 他已經幾乎是可以用了 那再搭配我們昨天跟大家講的 就是這個 快速讓你沖煮頭 達到一個穩定溫度的方法 對那其實這樣子的話 我個人會認為 已經可以了 已經可以使用了 沒有必要說一定要 回家前15分鐘 回家前20分鐘 先把機器打開啦 因為我覺得 他算是一個比較不切實際的做法 我知道前一陣子在PTT上面 蠻多人在講這個 對 我其實覺得是 沒有必要的一個東西 對啊 不知道這樣會不會又得罪人 那如果說你現在已經用了 那你就用吧 我覺得也不是說一個 最大二極的做法 只是我個人覺得 以我目前的使用習慣來說 我不覺得我有必要去這樣子使用 然後 有人在問 智慧型開關的一個 設定邏輯 智慧型開關就是 它等於是一個 選擇要不要過電的一個中間開關 所以如果你要這樣做的話 你要在 智慧型開關沒有過電的時候 你就要打開這個按鈕 機器的按鈕你就要先打開 讓它過電的時候 直接就是把電送到裡面 然後判定為開機 對所以 這個又帶來一個智慧型開關的一個問題嘛 因為你每天使用完 你把這邊關機了之後 你智慧型開關斷電 你會不會記得把這個打開 如果你沒有記得把這個打開 其實你回家前半小時把智慧型開關過電之後 它還是沒有開機啊 對啊所以其實我 我想要跟大家說 不用擔心啦 它真的 它真的沒有你們想像中的那麼慢 昨天洗完 忘了把它拿到咖啡機這邊 直接放在廚房 好 好那就是開始有一些人會去想說 到底這一台跟 Bianca要買哪一台 我個人的建議就是 如果你 預算充足的話 你就是 買Bianca沒關係 因為Bianca它是雙鍋爐 它真的 使用上 如果說你真的一直要拉花的話 你覺得 沒有差 可是如果有一天你突然說想要 每天早上出門帶一杯 美式 濃縮咖啡家美式 這樣其實 Bianca就可以讓你不用開蒸汽鍋爐嘛 一方面 你就不用等待那麼長的時間 另一方面 你可以省電 你可以省電 你不用每一次 每天早上都要把那個 蒸汽鍋爐 一大鍋水給加熱 如果你的預算充足 那在準備預算的時候呢 我建議 磨豆機 磨豆機 你如果要手搖的 你大概抓個 五千塊左右 如果你要電動的 你大概抓個 兩萬塊左右 我覺得 家用的磨豆機 兩萬塊以上 都是有一點過頭的 因為你一天可能不會喝多少杯 對 如果你今天 預算真的又充足的話 我也阻止不了你啊 你想要買什麼 六萬七萬八萬的磨豆機 我真的也是阻止不了你 對 有時候阻止這個沒意思啊 看大家花錢 其實我也蠻開心的 好 那 前一陣子有朋友在問我 奶泡 奶泡打發 大概要打發百分之多少 我現在的一個 刻度 如果純粹放牛奶的話 是放到8盎司左右 那我個人的建議都是 120%的量左右 就是如果說 我現在是8盎司 大概是 240cc 我會建議你 打發的量就是 接近300 不要太多 因為這樣子你的那個流動性 才會高啊 除非你現在是想要喝那種 超商奶泡 就是超厚超厚的那種奶泡 那另當別論 好那這種 這種蒸氣比較小的咖啡機 我們之前有講過 打發的邏輯 打奶泡的邏輯 一般來說都是 盡量讓它旋轉做起來 那你中間這邊 可能會有一些進氣不足 所以 進氣不足的部分 我們再來做 中間的修正 因為我們之前有教過大家 奶泡 哪一個 動作是在打發 哪一個動作是在打棉 我們這邊就不多講了 那說真的 這台也沒有說什麼蒸氣比較小啦 當然你跟 你跟那種營業的 營業級的一個超大鍋爐的蒸氣 當然是 沒得比 可是我目前用到現在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好粗喔 我覺得 好想要重來一次喔 但這樣拍影片 不就很尷尬嗎 所以我們就只好 硬著頭皮上了 牛奶還是這一瓶喔 你們剛有看到我倒喔 不是我的錯 一定是牛奶的問題 好那現在它的量 大概就是300左右啦 唉唷 對嘛 一定是奶泡的錯 牛奶的錯 怎麼可能會是我的錯 你看 我還是倒得出來 只是那表面有點粗糙而已 對不對 還好 牛奶已經 已經最後一杯了 今天已經最後一杯了 剩下這樣一點點 我猜 應該是沒有辦法撐明天的 我有帶一瓶牛奶回來 我們店裡的牛奶 對啊 我有叫老闆娘幫我多叫一點 明天就用這一瓶 就不會錯了 明天的 奶泡一定就是 好一點的奶泡了 然後 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有一些人會覺得說 這一台的缺點是什麼 這台缺點就是 會很燙 會很燙 但是我跟你講 所有長這個樣子的機器 只要你看到它是長這個樣子的機器 還有這一顆沖煮頭 161沖煮頭外露的機器 這裡都超燙 這裡有多燙呢 就是 我現在這個是絲抹布嘛 然後我把畫面 調一下 給大家看 你們可以看到 這上面是 亮了嘛 我把水這樣 這條絲抹布這樣插過去 它的水馬上就乾掉了 對 我覺得這個就是 161沖煮頭 它為了要維持它的溫度 它裡面會一直做一個 熱循環的一個 加溫 就是 它會把熱水往上 從裡面的管子往上跑到這邊 那冷水呢 掉到底下 再回到鍋爐裡面 去做這樣一個循環的加熱 那161沖煮頭呢 其實也不用過度的去神化它 它就只是一個 1961年 生產的一個沖煮頭 那為什麼現在大家都會看到很多很多的161沖煮頭呢 就是因為 它的 專利期已經過了 當初 它就是搭載在161的那個型號的一個 標誌性的沖煮頭 那因為它的這一些 紅膝的一些 加熱原理啊 然後還有它的自動可以預浸 這個的預浸其實 我覺得做的還不錯 就是當年 比較沒有那麼精密的自動控制的時候 你打開它會利用內部的一個機械原理 去做一個預浸 等到它預浸艙的壓力過大之後 它會把水 長壓的推出來 那 推出來之後 過一陣子它才會使用到它的 馬達幫浦的一個壓力去沖煮 那就等於是一個預浸的效果 對所以 我個人覺得 算是一個 不錯的設計 可是現在有沒有比它厲害很多的沖煮頭 有 絕對有 可是161沖煮頭的特點就是 它結構 相對的比較不需要太複雜的電子零件去控制 簡單嘛然後量產 大家 專利過了大家都在做 所以 它的最大的好處就是 它的 它的價格比較便宜 它可以直接更換整個總層 你如果這個壞掉你到時候直接整個拔掉 壞到不能再壞的時候整個換掉都沒有問題 而且 大家都有料 因為專利過了 很多咖啡機都在用 你隨便去找一個修咖啡機的 它們基本上都有辦法幫你更換161沖煮頭 這個是 這個的優勢 那搭載在家用的系統裡面 也會相對的讓整個機器的價格拉低一點 因為你總不想要家用的機器 花個十七八萬甚至二十幾萬 來放這台機器吧 回到剛開始最常講的那句話 如果你預算充足 一切都不是問題 如果你預算充足再推薦你買這台 就是我的問題 好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因為時間太長了 我趕快喝一杯 好 還不錯 還不錯 牛奶不好發 但是咖啡我烘的 所以還不錯 好 那這個系列可能還會再持續一段時間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要知道的話題 不管你是不是對這一台 或者是說你純粹只是希望我早上十分鐘 跟大家聊聊 用輕鬆的方式去聊聊的一些簡單的話題 你就在影片底下留言給我 那我會去篩選過後 我不會全部都回啦 不可能全部都回 但是我會去 好好的挑撥 找一些比較重要的 或是一些比較適合 早上這個時間回復的話題來 跟大家聊一下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拜拜